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房地产》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些令人关注的房地产新闻要与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来看看房贷利率的最新动态 尽管今天的房贷利率略有下降,但整体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 联邦储备局在6月的会议上不太可能降低联邦基金利率 因此短期内房贷利率不会有大的变化 如果你已经做好财务准备购房 现在可能是个好时机,尤其是购房季即将结束的情况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5年期VA贷款的利率下降了22个基点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个有趣的金融工具众出江湖 底特律的United Wholesale Mortgage重新推出了一种新房贷产品 允许首次购房者以零首付购房 该计划让借款人借用房屋价值的3%作为免息贷款 并用标准房贷支付房屋价值的97% 这比15美元,000的免息贷款需要在房屋出售或房贷偿还或在融资时偿还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无家可归者的最新统计数据 最新的统计显示 圣贝纳迪诺县的无家可归人口在过去一年中仅增长了1%相比去年26%的增幅 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县政府和社区伙伴正在努力将居民从街头移走 这次的统计结果显示了他们的努力正在取得成效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Yahoo!US的最新报告显示 尽管今天的抵押贷款利率有所下降,但整体水平仍然相当高 根据最新的SILO数据 30年固定利率为6.84% 20年固定利率为6.47% 15年固定利率为6.14% 虽然大多数抵押贷款利率略有下降 但15年,VA贷款的降幅最大,下降了22个基点 对于那些计划购买房屋的人来说 等待利率大幅下跌可能不值得 因为美联储在6月会议上保持利率不变的可能性很高 那些准备好财务上的买家可能需要在购房计结束前开始寻找房屋 CNN报道 美国的住房市场正面临着一个45万亿美元的混乱局面 其中包括一个世纪以来关于房屋所有权价值的文化观念 尽管政策制定者面临许多挑战 但零首付抵押贷款这一金融工具正在卷土重来 联合批发抵押贷款公司推出了一项新计划 让首次购房者无需首付即可购买房屋 然而这种贷款有一个陷阱 借款人需要在出售房屋还清抵押贷款或在融资时一次性偿还这笔无息贷款 尽管贷款标准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严格 但这一产品仍然存在风险 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储蓄的低收入人群 根据Yahoo US的报道 最近的时间点统计显示 圣贝纳迪诺县的无家可归人口在过去一年中仅增长了1% 而去年增长了26% 在高沙漠地区 包括阿德兰托 苹果谷 巴斯托 赫斯佩里亚 费兰 皮农山和维克多维尔在内的无家可归人口总数为858人 比去年减少了41人 县官员表示 这一小幅增长表明 县和其合作伙伴在努力帮助居民脱离街头 这一统计 由550名社区志愿者完成 数据显示无家可归人口的增长趋势有所缓解 表明相关项目和服务正在发挥作用 Yahoo US报道 普次茅斯的反饥饿非盈利组织Gather 将于6月22日举办第10届Field Hall夏季食品募捐活动 地点在The Music Hall Gather执行董事安妮海耶斯呼吁海岸社区 帮助使这次募捐成为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 捐赠品可以在6月22日上午9点到下午2点之间送到The Music Hall 此外 超过30家当地餐厅也参与了捐赠比赛 愿望清单上包括零食 花生酱 果汁盒 罐装金枪鱼 大米 穀物 燕麦片 煎饼混合物 番茄酱 罐装番茄 汤 个人护理用品 尿布和湿巾 Gather的Meals4Kids项目将在学校假期期间为孩子们提供营养食品 今年的活动还将与Seacoast Outright的交澳庆祝活动合作 骄傲游行将于6月22日下午1点在Pleasant Street开始 Yohu!US报道 新新那提示正在推进其颇具争议的Connected Communities分区改革计划 旨在解决城市住房短缺问题 该提案将于星期二在市议会公平增长与住房委员会进行第二次公开投票 如果通过 可能在星期三提交全体议会表决 尽管市政府进行了两年多的公众参与过程 但许多居民仍然认为信息不足 他们担心新住房没有停车位 单户住宅将被拆除建成多户住宅 租户将涌入单户住宅区基础设施负担加重等 尽管市政府表示这些问题都已考虑在内 但大多数社区委员会仍反对该计划 市长阿夫塔布普尔瓦尔和市议员雷吉·哈里斯 认为这是一个长期需要的分区代码更新 旨在增加密度和住房供应 BBC报道 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四户住宅 4plex作为解决住房危机的缺失中间解决方案 四户住宅是一栋独立建筑分为四个独立公寓 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宣布将提供60亿加元的新资金 帮助各省解决住房危机 联邦住房部长肖恩·弗雷泽要求允许四户住宅作为市政当局 获得这笔资金的条件之一 尽管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已经通过立法要求允许四户住宅 但安大略省和阿尔伯塔省反对强制实施 担心会改变长期存在的单户住宅区的特性 尽管有联邦政府的推动 但开发商和建筑师是否会建造四户住宅仍是未知数 一些专家认为银行需要开发新的融资产品 以支持这种新的开发形式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努萨郡议会正在加大对非法露营的打击力度 通过拖走停在一个受欢迎的海滩观景点 过夜的车辆来实施新措施 背包客们长期以来 喜欢在昆士兰阳光海岸的努萨国家公园 停放他们的露营车过夜 该地区有壮观的水景和冲浪点 尽管议会禁止这种行为 并定期发出停车罚单 但一些人仍无视现有的禁止露营标志 为此 议会将国家公园外的9个海滨 停车位改为晚上10点至凌晨4点的拖车区 地方法律经理罗布·史密斯表示 每周发出20到30张罚单 但仍有一些人继续违法 搭建营地 留下垃圾 给当地居民带来各种问题 这项为期12个月的试验 可能会扩展到努萨的其他地方 并计划使用技术来抓捕惯犯 Nikkei Asia 报道 北京5月17日宣布的一揽子措施 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受到赞誉 并使房地产相关股票显著上涨 市场的热情主要来自于被称为三件的三项措施 首先 降低首次购房的首付款比例 从价格的20%降至15% 同时 将二次购房的比例 从30%降至25% 其次 通过国家住房 储蓄计划的贷款利率降低了四分之一个百分点 并取消了商业银行按揭贷款的利率下限 第三 最重要的是 中央银行设立了3000亿元人民币的基金 支持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购买 房地产库存并转为公共住房 尽管这些措施代表了当局 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挑战的态度转变 但它们可能不足以成为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决定性转折点 分析师估计 目前的库存 至少价值7万亿元人民币的住房 中央银行设立的基金规模 还不足以购买市场上的大量库存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悉尼西部移动连排别墅发生爆炸后 发现一具女性尸体 这名30多岁的女性 在周六下午 瓦卡达克里森特 Vicanda Crescent爆炸后失踪 其尸体于今天凌晨3点20分左右 在现场被找到 爆炸导致5人受伤 4个单元倒塌 附近的房屋也受到了损坏 受伤者已被送往 圣乔治和霍克斯伯里医院治疗 现已出院 政府已启动紧急调查 居民在事发前几天闻到煤气味 牛省住房部长罗斯 杰克逊对此表示 深切关注 并指示房屋新南威尔士州 紧急调查此事 政府宣布 受爆炸影响的居民 将能够获得替代住宿 和其他援助 包括衣物和家具券 此外还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澳大利亚房价在5月经历了自去年10月以来的最大月度涨幅 增长了0.8% 使得澳大利亚中卫房价达到78万5556美元 这标志着房价连续16个月上涨 因为全国住房需求远高于供应 在悉尼 房价中卫数为1.15美元百万 依然是最贵的城市 然而布里斯班现在已经超过墨尔本和堪培拉 成为澳大利亚第二季的城市 房价在5月上涨了1.4% 中卫数达到84万3231美元 这是自1997年以来 布里斯班首次记录到第二高的房价中卫数 堪培拉现在是第三季的城市 紧随其后的是墨尔本 阿德莱德和珀斯 CoreLogic的研究总监Tim Lawless表示 首都城市之间的增长率差异 是由于供应低于需求的市场需求特别强劲 尽管房价上涨 但供应仍然远低于平均水平 比12个月前低了近2% 相反 住房需求仍然高于平均水平 比去年高出2.8% Lawless先生表示 这种供需之间的脱节抵消了利率 高通胀和低情绪带来的下行压力 尽管人口增长放缓和建筑激增 最终会使住房供需平衡 但在更多住房建成之前 澳大利亚人可以预期房价将继续上涨 住房负担能力将进一步恶化 布里斯班的房价现在高于墨尔本 自1月以来首次超过墨尔本的中位值 CoreLogic指出 这主要是因为墨尔本有更多相对 便宜的单元和公寓 布里斯班的房价增长速度是墨尔本的5倍多 自疫情以来 布里斯班的房价增长了59.8% 而墨尔本只增长了11.2% 在疫情之前 墨尔本的中位房价比布里斯班高出约37% Lawless先生补充道 尽管卖家活动相对于去年增加 但这些市场的库存水平仍远低于平均水平 新上市的房源迅速被市场需求吸收 保持了低库存和价格上涨的压力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各自将 如同事 优优独立新型